大家好,每天就靠在网上扯吧扯吧,跟大家闹闹磕,过日子 人生活在自由世界,环境又好,空气又好,阳光又好,海水又好,两口子感情又好 好伤好水好寂寞,就指望着每天扯扯闲片,打发时间了 就指望着搜罗一下土宫国的,人人惶恐不安的日子,来安慰我们寂寞的心灵 今天收到一消息,共产党新的一年,习主席已经在大年初五做了一个决定 现在搞经济是不可能的,现在专家已经告诉习主席了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经济的下行期,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都在调整 中国的经济结构处在一个转型时代 不是习主席我们党,我们国家的经济不好,而是处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中 转型的过程,它伴随着一种阵痛 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持一种定力 搞经济要保持定力,做到无畏而至 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就行了 其他的等着世界的格局变化,然后呢 就顺势而为,不就得了吗 所以习主席现在搞经济已经没什么辙了 最后呢,就决定搞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经济搞好 那自己的经济是什么经济呢 就是国有企业 所以昨天我们讲了一期啊 叫做优做强做大 加了一个词,叫做优 而且在这三个做,之前呢 还加了一个理直气壮 这是他身边的经济学家高参给的出的主意 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什么叫自己的事情呢 一月搞好国有企业 第二呢,反腐败 要反腐败 这个反腐败是一个林丹妙药啊 习主席之所以深得中国人民的血爱 习主席之所以能够打破中共的惯例 连续当三届,四届,五届,六届 只要不死继续当下去 就是因为他反腐败反得好 你仔细回想起来 习主席过去这些年 搞了那么多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是下三烂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白家子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意义 虽然你可以像我们这种理中科的知识分子 说你反腐败根本不是反腐败啊 你反,你治标不治本 你反腐败只不是搞政治清洗啊 你只不过是打压异己 那是你说的 人家习主席不这么认为 而且人家这个什么 伟大的中国移民 他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习主席反腐败反得好 因为反腐败这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啊 他除了保持习主席的这个 农业的稳定 形成他的威严 形成一种巨大的威慑力 提高他的个人权威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满足广大中国人民群众 广大中国韭菜 广大中国屌丝的那种仇富的心理 说过去当官的 这些个家伙啊 一个一个的太有钱了 过去这些年 有三种人的日子过得太好了 第一是当官的 第二是一些个私人老板 是不是 第三是一些个知识分子 日子过得太好了 都太有钱了 不行 反腐败 反腐败这个东西绝对是叫做什么 就是叫做什么 一页不是一页就对 千一发动全身 是吧 绝对是 以不变应万变 你就反腐败 习主席的江山 习主席的农业绝对万点长 共产党的江山绝对万点长 所以你想想过去这个毛泽东 他为什么要老是斗来斗去 是不是 共产党的一部历史 就是一部斗争史 我们学历史的时候 我们就会学了很多 共产党发生了很多次的路线 斗争 第一次是陈斗秀 第二次是什么 是王民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第三次是张国焘 然后就就我都忘了 后来又什么 什么饶 高刚 什么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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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石 什么 彭德怀 什么刘少奇 什么林彪 什么四人帮 还有好多 每个两年就有一次路线 斗的不行 越斗毛主席 越稳定 越有威信 越斗共产党的江山越稳 哪怕中国人民 个个都没裤子穿了 哪怕中国人都饿死一半了 共产党的江山还是很稳的 搞政治 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条件下 他搞政治 我跟你说啊 习主席这个人绝对是雄才大的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业 必先苦其心志 他年轻的时候吃那么多苦 就是为了现在搞大事 绝对的啊 你用中国的文化来解释的话 习主席是天将伟人 很聪明的 所以他决定这个大年初五决定呢 搞继续在2024年农年呢 紧紧的抓住一个牛逼子 搞腐败反腐败 现在各省呢 都已经收到了反腐的指标 叫做点人头计划 点人头战略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省都下达了 抓多少贪官 抓多少 现在不叫贪官了 现在叫腐败分子 下指标 跟过去的这个反右 跟一毛一样 跟过去的每一次运动一样 下指标 你必须要完成指标 没有指标 你要找得找 要完成任务 你完不成任务 我抓你本人 抓你的省委书记 抓你的省长 你行不信 共产党都这么干的 这个我们这个年纪呢 不够啊 没有赶上什么反右 这个定指标 但是有的时候 看一些个事情呢 真的是看得特别伤感 昨天我看这个清华大学 有一老师 叫赵楼蕊 是我平身最喜欢的 诗歌翻译家 他翻译的这个什么 荒原 哎呦 翻译的真好 我觉得对他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 爱得不行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老师 英文好 然后翻译文学底子好 中文也好 当时就是 他本来没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 这个反右的时候 就定了指标 他也就把它定下去 这名是你翻译 敌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诗歌 哎 就把它绑到一个 这个校园里的树上 把它的衣服 把光 是不是 真的 一个这么高贵的 一个美国的博士 一个贵族出身的 这么一个人 真的 然后呢 完了以后 让他吃 让他饿 给他呢 给他 围点饭的话 饭里面 给他拿屎 拿尿 让他火着 活着这个屎 和尿来吃 饿了呀 他只能吃啊 然后用这个消毒水 冲他的下面 你说你一个 一个鲑鱼学的博士 一个 我称这位是真的是最好的翻译家 中国有很好的几个翻译家 翻译师哥的其他的我不懂啊 师哥我比较了解 排第一名呢 就是赵罗蕊 这个名字也好听啊 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字 第二就是木旦 第三是冰心 真的 那真是才华横溢 为什么把他给反忧的时候 把他给抓下 就是因为凑指标 现在习近平又掌握这个套路了 说这个北京 我的兄弟们比较知情 他告诉我说三种人 绝对2024年难过 甚至过不下去 甚至有可能跳楼自杀 都有可能 找点这个巴斯 把自己搞死算了 搞点这个什么挠鼠 要把自己要死算了 第一呢就是官员 官员呢 过去抓的已经是很多了 说这个习包子 只是他的团队啊 放了一消息 说这个 哎呀 说这个 过去11年 最大的成就 就是反复 是不是 抓了多少多少人 是不是 一共抓了 官员抓了1134.4万人 他们说中共一共是8000万党员 是吧 那现在抓了1134万人 那其中就8个官员里面 就有一个官员被查处 你说这多吓人的一个事情呢 是不是 虽然我们说共产党的官员 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什么 都抓住了 绝对不冤枉 但是问题是 你的要保护他们的权益呀 你是你的体制决定的 不是他们每个人有多坏啊 是不是 你搁你去 你也会贪搁我去我也会贪 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智慧 就是你得要在制度层面去反思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所有官员都贪 为什么所有的导员都贪 是因为你的制度设计有问题 由于你的制度设计有问题 所以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的领导人的话 你应该要学会什么和解 是吧 这个词是不是中国人听都没听过 你不能把所有的官员都抓起来 谁帮你干活呢 哎 共产党他不这么想的 所以他现在有三种人啊 熬不过2024 第一种人呢就是官员 现在还要查一批的官员2024年 十个人里面要搞一个 这是指标 所以现在呢 这个舍不得离开的官员 不管是退休不退休都要抓你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企业家 企业家 尤其是民营企业家 国有企业他就是官员嘛 你都不用考虑 他不是一个单单度的项啊 民营企业家 你也是有反腐败 也是有腐败的问题的 你不能说你是民营企业就没有腐败 现在要把这个反腐败 扩大到私人企业 扩大到民营企业 用反腐败的理由 是不是 把你抓起来 把你的财产没收 所以2024年 民营企业家最难熬了 过去都是有经济问题把你抓起来 是不是 现在不是的 现在是用腐败的理由 把你抓起来 你有没有行贿啊 你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你敢说你不给官员行贿 过去这个行贿啊 是不算罪的啊 你交代问题就可以了 检举交代问题就可以了 现在不行 你现在行贿也抓你 所以民营企业 每一个都逃不掉 第三个人 第三种人就是知识分子 尤其是那些个大学中学啊 尤其是大学的那些个教授 一个一个的啊 这些年到处赚课题费 到处这个什么啊 赚出台费 又是奖金 又是工资的收入挺高的 日子过得挺好的 都有腐败的行为 都要查 是吧 所以要把这个一批知识分子 他们有的时候还说几句人话 还批评一下习近平 我让你批评 我让你叫舌头 是不是 我让你胡说八道 我一把反腐败的名义拿下你 我跟你讲 这是真实真真消息啊 绝对不是假的 大连出武 习包子拍板 农年要加大反腐的力度 仔细想想 要我是习近平 我也会这么干 那当然呢 你现在搞经济无望 没有路子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不是 你搞什么经济啊 做的你整个世界的大变局 完了以后 把家里的事情干好 家里的事情就两件事 国有其余不能垮 是不是 那是我的钱袋子 然后把这帮不听话的家伙 通过反腐的指标 全部给抓起来 抓起来有个最大的好处 老百姓高兴 老百姓你贪官抓的越多 老百姓越高兴 荒乎缺越 习主席万岁 绝对的万岁万岁万万岁 习近平绝对的 天将将大人与死而异 绝对有智慧 为习主席加油 使勤干 谢谢